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夏慧玲 我的族名是 我会用一句话来形容你 正在学习文化路上的青年 这个形容还可以吗 我觉得非常可以 经验很特别 达巴斯他不是艺人 可是他跟我们 很多年轻的经历很像 达巴斯我想请问你是 部落长大的孩子吗 其实我不是 我是就是居住都在平地 所以其实待在部落时间不长 听你说你读文早 那对于你日后学族语 会是一个助力还是主力 其实两个都有 学族语会比较快 是因为存在母婴子婴那些 比较相近 比较主力的话是我会 因为我从小就在学英文 所以我会用英文的思维 去思考我们的族语 但其实还是有很大的差别 那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族语 大概在我出社会的第一份工作 我自己去我们新竹清大那边 有开了一个赛下族语的学习班 比较想要往就是原住民相关的 产业去发展 每个礼拜六就去上课这样子 就开始了我学族语的一个契机 你真正学族语是在师徒制的时候 帮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师徒制 就是族群 某一个族群它就是语言 已经极度冰尾或是冰尾了 它就是开了一个就是计划 那这个冰尾是有传习师跟那个学习员 那我们学习的环境其实很特别 我们不是只有在一个环境 就是一个教室上课 我们是跟着我们的老师 那他就会可能今天他想要去 某一个部落 蓬莱德某个部落 去探访他可能某个亲戚 那我们今天就会跟着他去 透过他们的族语的对话 我们就是录音 那就是我们当天的功课 我们就会打出逐字稿这样子 那对你来说 族语是零的人 这个过程很痛苦吗 痛苦还好 但其实是真的需要花蛮大的时间去 锻炼自己可能听力这部分 一开始进去的时候 其实因为老师基本上会习惯 会跟我们讲族语 对 那其实我也是就是听久了 也会可以猜得到 就是老师在讲什么 就慢慢的自己也知道 要怎么用词啊等等的 那在家里呢 你说你家里有时候会讲到太亚语 那你现在学了赛下雨之后 那氛围上面有没有不一样 因为师徒制的关系 所以我发现 因为爸爸一开始就是 比较反对我去师徒制这份工作 会比较担心可能出入以后的 可能发展的问题啊 跟薪水等等的问题 可是他反对之后 可能我慢慢会带回来一些 就是跟他们讨论一些 我今天在哪里学到了 赛下雨的什么的习俗 然后可能也连带影响到爸爸 那我也慢慢的发现 他会跟我讲一些一些的赛下雨 所以有这样的转变 其实是让我蛮开心的 对 因为好像默默的 就影响到自己身边的人 那现在讲到工作后 达巴士你说你现在在哪里工作 我在我们的武峰赛下馆 担任策展员 文物馆的工作 大概会需要哪些类型的工作 主要有两个啊 策划展览跟第二个就是 就是有团体预约或是散客来 我们就会要导览解说 讲到导览解说 你应该是专业了 不敢说 达巴士很客气 他今天带来三张照片 那请为我们身历其境的 来导览一番 好 那首先呢 我要带大家来认识一下 我们赛下族的主要的居住的聚落 在哪里 那我们以北的话呢 是以新竹五丰香这一带为首 那大家可以看到呢 中间比较粗的石线呢 然后上面有几个红色的三角形 那就是俄宫济山 那这一个俄宫济山越过去呢 就是苗栗县 就会到达向天湖部落 那是刚好我们全台湾只有两个赛下文物馆 那刚好就是武峰 我们的文物馆跟苗栗向天湖那边的文物馆 苗栗那边可能有向天湖部落 然后东河 南庄 蓬莱 八卦栗等部落 那再往旁边一点呢 就是会到厚隆溪那附近 有一个叫石潭乡的地方 也是有我们的居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再带大家看到我们的特展区 有我们今年度在展的叫 Yami Shikilaba 我们来自武峰立体地图特展 那Yami Shikilaba呢 就是我们来自武峰的意思 这个特展呢 是源自于我们去年 跟当地的武峰国小合作的一个 共创的一个计划 那我们就是上面标注的武峰箱一带 就大约二十处的聚落 那有的是很久以前 就是赛下族群有聚落的地方 那一直到现在也有的地方 那总共有二十处 接下来我要介绍的是 下一个是我们的文物 那我们文物呢 这是我们赛下族的织布箱 它是腰式的水平织布机 看外观就是上窄下宽 那中间挖空的那个洞呢 是可以放一些相关的器具 就是织布器具 例如挑花棒或是打棒 赛下族的名字叫做 它其实是跟棺材的意思 读音是相同的喔 那今天谢谢大家来到我们文物馆 谢谢 阿玛 文物馆有非常多的展览跟图片 那为什么独独要挑这三个来介绍 第一章的话其实就是 因为我们蛮多我们的游客上来 其实大家对于赛下族的印象 好像都是我们的爱人际 所以我觉得最基本的认识 可以让大家知道一个族群 他们的生活范围在哪里 第二章呢就是因为是我们的那个特展 对也是别具意义的一个展览 对也是希望大家认识 织布箱的话呢是让大家知道 除了可能泰雅族 或是可能赛德克族群 他们是有织布箱 那其实赛下族也是有在织布的喔 你的赛下语从零到现在可以沟通 大概花了多久时间 要从十足讲的话就是八个月 哇对 天哪太惊人了才八个月 对 听说你在学习赛下语当中 有学会一些很隐喻的说法 是蛮有趣 那因为其实是老人家的智慧跟含蓄 有两个你觉得很特别的隐喻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第一个呢是怀孕的说法 怀孕他们有说是 Mash Habui这个字 那中间有个Habui那个字就是火 但就是意义已经不明了 对但是就是以前老人家 形容一个女生怀孕的就是 Mash Habui La 比较现代一点 现在近几年来就是 族人有在用的是 简单来着就是身体很重的人 那再来第二个说法是 就是有关于故事这部分 就是回去天国的意思 那个banban呢是山中的意思 好谢谢Dabas 先来的时候 吃饦有都不明了 那我们待会要邀请一个 专家老师来听听看刚才Dabas 他讲的东西 有没有需要補充的 五天三杯 它已经有家 petrol 前面讲的那个怀孕 ugm 心意跟馬桑跟馬桑菲 都很正確 我們講過世 就是 路未來溫溫難 這個也是 但是老人家其實就是 老人家自己講的時候 達人士有納賓一回 就會說 他就是很委婉 就是說如果說 我被吃的食物給噎住了 那噎住了就過世了 就達人士會這樣子講 另外就是因為達人士 就是感到很客氣 有的時候不會直接講 像比如說那個 那個葉子嗎 葉子 對 那個葉子我們也可以引喻成 把是以外成那個 錢的意思 那什麼狀況的時候會用這個 就是說比如說要借錢 他不會直接講 他不會直接講 然後達人士就會說 你說還來個米葉 就是你有葉子 你有錢嗎 可以借這樣子 剛才已經說明達巴斯的 足語算是不錯了 老師是嗎 不錯很好 對啊 在他的 就這樣子的一個學習過程 他剛剛講八個月 後面再加上 他自己慢慢的練習 算不錯的 老師覺得欣慰嗎 當然很開心 為什麼 因為就是塞下就是 冰為語算是極度危險 冰臨消失的語言 所以在部落裡面看到這樣子的年輕人 他不只學習俗語 然後又 路邊來 就是來 然後又特別又是在 那個文物館工作 他跟他另外一個工作夥伴 也活化了我們 就是我們塞下的那個 文物館的一個運作 對 對 然後包括像我們 因為他們在 我們有很多的族語學習 文化學習都在文物館 達巴斯今天有帶來一句 他的金句 我們來問問他 為什麼要帶來這句話 我帶來的金句 這或許不是金句 但對我來說是一個 塞下的人生軌道上的一個提醒 就是 老人家的智慧 永遠也學不完 有一個人也有其他人 或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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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個人 不然一個人 但是如果說 應該要 要烏蓋老師去解釋 那就不好玩了 但是那種學習俗語學習 那種學習俗語學習俗語 可以嗎 好 那我就先來解釋一下 我的金句 好 我們看一下就是 安娜 因如萬 這個詞 安娜 就是不論 無論的意思 然後加了 因如萬 何時 所以安娜 因如萬 就是不論何時 但它其實也有永遠的意思 再來就是 馬 就是 也 的意思 有記 就是 否定詞 不 的意思 那 辣 歐子 就是 足夠 定 吐 它就是 學習的意思 那最後面呢 就是 金 辣 曼 中間的 辣 就是知道 那加了 金跟後面的 安 金 辣 就變成了 智慧 那最後面就是 辣 屬於老人家的 什麼 老師請評比 好 非常棒 一百分 這是年輕人 講的話 就是說 會很直白的 這樣子說 比如說 講的是我的話 我就會 就 就會說 金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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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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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就是 屬於老人家的 智慧呢 是 永遠也 學不完 其實就是 我的中文的意思 像在這裡面 比較不一樣的 就是 Gish Amet Gish 他有一種 讀的意思 對啊 Gish Amet 讀完 就 阿姆 Gish Amet 就永遠學不完了 看到年輕人 尤其特別是 Dabas 願意 回到部落裡面 學 就是 我們自己的語言 不只是學而已 而且是親自的參與 像不認識 Bashda'ai 什麼的 然後 進而影響到 自己的父母親 然後一起說 三下族語 這個真的很棒 也希望 Gilwa Isna Han 愛 就是 Gilwa Isna 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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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錄影 終於要錄完了 請問你的心得是 現在呢 就是有點放鬆了 剛剛的確有點緊張 不過這是一個 很好的機會 跟吳蓋老師 就是 談談 然後 包含就是 今天 族語可能也 提升了一些 只認識了一些 不熟悉的單詞 我覺得是 很好的回憶 謝謝大家 我們島嶼時間 下次見 Bashda'ai Maa Lo